各位朋友 剛才霍先生提到保惠釣魚台 其實保惠釣魚台在搞的時候 我還在讀中學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所謂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可以說 現在的學生說 那個年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 因為補釣基本上 參加的人畢竟是少數 但是關心社會認識祖國 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群眾性的活動 意思就是說盡量吸引多些人 參加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的活動 而當時在 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的大口號下 立刻在學生運動裏面 就出現了一些 相當厲害的分歧和鬥爭 我想大家都可能聽過 就是當時有所謂國水派和社會派的分別 那麼國水派呢是多數派 國水派呢就是主張就是怎樣呢 幾乎是無條件 就是聽中國的話 就是那時候就是 認識祖國的人都說要認識 但是社會派主張就是要用一種 比較批判的態度去認識中國 但是國水派呢就是怎樣呢 就是無條件地 就是接受中國的一切 包括當時的一些指導思想 那當時國水派呢有一個人 這個人呢就叫做 蔡文田 我想大家不會聽過這個名字 但是當時來說呢 在中大呢 國水派的一個大將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呢 就是這個蔡文田 但是這個蔡文田呢 就是他在畢業之後幾年呢就死了 生癌症死了 那當時呢就是對那些非國水派 包括我自己在內呢 蔡文田當然是一些頭號對手 但是到蔡文田死的時候 當時我在法國 蔡文田死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聽到他臨死前講一句說話 那我想這句說話呢 他是一個肺腑之言 這句說話他說 中國共產黨不亡 中國必亡 那這句說話呢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 就是 以一個非國水派的人 來去猜測 看一個國水派 就是一個這樣的背景 當時來說已經是在 可以說是在學運裡面 是擔任領導 甚至可以說 甚至我們懷疑 可能就是說他在 就是中國駐港的 有關單位裡面呢 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的人呢 在臨死前呢 會講一句這樣的說話 而這句說話呢 不是只是我們聽到的 而事實上 我回來香港之後 問回所有的人呢 個個都知道這句說話 蔡文田就是當時的 校內的第一號的親共 親中共的人物 但是他講一句說話 臨死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不亡 中國必亡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剛才 就是抓到這個學運 就是其實 這個蔡文田這件事呢 是令我 就是當我 考慮 當我準備今天這個演講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一個人物 就是當時來說 雖然在學運裡面是一個對手 但是國水派的其他 國水派的很多的頭頭 其實都是我們相當敬重的人物 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理想 而且他們願意 是為他們的理想 是無條件地去獻身的 但是我們 就是看回這個 共產主義的歷史命運的時候 就是無可避免地 我馬上想起蔡文田這一個人 今天這個題目很大 就是講歷史命運 講到歷史命運的時候 當然不單單是評估過去 最重要的是說 去展望將來 講到這裡的時候 又令我想起 就是波蘭的一句 波蘭社會裡面的一句言語 你知道東歐社會 蘇聯社會 有很多那些言語 很多那些句子 其實是嘲笑共產主義 或者是嘲笑共產黨的 那這句說話 它說什麼呢 它說 它說 Under communism Only the future is certain The past is always changing 就是說 對未來我們很清楚 我們知道我們最偉大的 最理想的目標是怎樣 但是The past 包括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 永遠都是亂七八糟 一塌糊塗的 那我們現在當然 這個是一個笑話 但是很明顯 就是在所有生活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面的人 過去一定是一段經驗 過去生活的一段經驗 必然是很不愉快 而將來最大的問題就是 將來根本就不知道怎樣 其實所有生活在蘇聯社會 波蘭社會 中國社會的人都生活在一個很彷徨 很消極 很無助 很失望的一個氣氛裏面 所以我們今天要問的問題 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究竟共產黨 特別是那些已經執政的共產黨 他們在帶來社會主義 即是他們要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同事 究竟帶來些什麼的問題 本來社會主義在所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心目中 都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優越的一個制度 在經濟發展 在政治制度 在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方面 在人與人的關係那方面 都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好更加高級 但是為什麼呢 所有社會主義社會搞到幾十年之後 都是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經濟總是經濟困難 千瘡百孔 最悲哀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不了解的 或者你單單去這些社會 你不會了解到的 就是那個社會一些很深層的問題 譬如說人格是受到扭曲 譬如說整個體制是限制了人格的發展和完成 人的聰明才智都不可以好好地被發揮 整個社會 這個現在看回中國社會很清楚 如果以前都不清楚的話 任何的社會 包括波蘭社會 蘇聯社會 哲香社會 中國社會 都是很多龍虛作假 很多謊話連篇的事情 人與人之間就是無法真正相對 而社會主義幾乎就是等於什麼呢 就是那些幹部一定是胡作非為 人民一定是受苦受難 是一個很醜陋的一個世界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個問題 我們想研究的就是 為什麼會搞停怎麼樣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想解決的就是 究竟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面的改革 是什麼一回事 以及他們實行的政治經濟改革 能不能夠解決這些種種的問題 共產黨能不能夠把中國 或是其他的東歐蘇聯的這些國家 帶向一個更加新更加美好的境界 那我們今天呢 基本上就是要碰 就是要去碰這兩個大的問題 那一講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呢 我今天其實是希望講四個大的危機 對我來說呢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呢 其實已經進入一個crisis 一個危機的狀態 他當然不會說立刻跨台 但是就是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 人民的怨憤 人民的不滿呢 已經是開始動搖了政權的那個統治的基礎 那共產黨當然是看到這些危機帶來的問題 所以共產黨說要改革 但是呢我們發覺呢 就是說問題太多 積重難反 而最主要呢 就是說那個社會經濟的體制本身呢 已經是陷入一個死胡同 他這個社會不改革不行 但是呢一改革的時候呢 就立刻面對很多問題 碰到很多問題 是暴理為奸 不改又不行 改又不行 而最關鍵的地方呢 關鍵的問題呢 黑黑就是在於黨的本身 那黨說是要搞改革 但是我們發覺到呢 黨要搞改革的最大的敵人呢 竟然就是黨自己 共產黨呢 已經成為這個深化改革的一個 最大的判腳石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呢 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希望分析 就是四個 四個大的危機 然後跟著你就會了解 究竟為什麼共產黨 它是改革的主導者 但是它竟然 它又成為一個改革的最大的判腳石 那第一個危機呢 我叫它做極權民主的危機 極權民主呢 就是這個名詞呢 就是來源著一本書 那本書呢 是1952年出的 但是呢 最近又出了Penguin版 因為最近幾年很少人注意 就是一個波蘭人 一個波蘭的猶太人寫的 叫做Totalitarian Democracy Totalitarian Democracy呢 它本來是用來形容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出現的 就是法國大革命 頭幾年間出現的 種種的事情 那看回這一本書呢 就是 最近我們慶祝法國大革命 二百週年 但是這個二百週年 是令我想起的 就是中國大革命 1949年之後的事情 其實很多東西很相似的 一百...二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 和四十年前的中國大革命 革命成功了之後 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很多東西是很相似的 那法國大革命 1789年成功了之後 連續幾年的時間 那個鬥爭都是相當之激烈 那當時的革命左派呢 就叫做 我想大家都可能知道 就叫做 雅各奔派 Jacobin 這個就是革命左派 而革命左派呢 就是當時是 運用一些恐怖的手段 是將那些 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 是全部將它消滅 當作一個反革命去消滅 那很多名詞 左派、右派 革命、反革命 其實全部都是二百年前 在法國大革命那時候 創出來的 那當時呢就是 就是 當時呢就是怎樣呢 就是跟中共在1949年解放一樣 其實都是運用同樣的專政手段 去打擊那些敵人 那最主要的那個邏輯呢就是怎樣呢 大家都說自己是人民的最先進的代表 我們現在帶領人民呢 是打垮這個 就是一個扶紐沒落的封建政權 我們是站在人民的利益的 我們是站在人民的利益那裏的 所以我們順理成章呢 就應該成為 就是那個革命成功之後 那個政權的領導者 革命成功之後呢 就是等於人民奪得政權 人民奪得政權呢 是體現在我們奪得政權 那所以呢就是對中共來講 和對法國大革命當時的 就是那幫革命家來講呢 大家都認為 大家都認為 他們是人民的最先進的代表 而他們去管理人民呢 就等同於人民去管理人民 那這裏呢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了 他們管理人民就等同於人民去管理人民 換句話說呢 就是說你誰反對他的話呢 你就是反人民 你是反人民的話呢 你就是反革命 反革命呢就要鎮辣 因為反革命就是敵人來的 那所以呢就是 就是當時的革命成功之後呢 就出現很恐怖的統治 稍為勇敢些的人呢 其實這個就是 在中國來講一樣 中國就是說 在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 或者人民民主專政下呢 依然是有這一類這樣的恐怖的統治 稍為勇敢些的 只是表示一些不同意見的人呢 在當時法國大革命之後呢 全部上了短頭台 幾年間死了萬幾人 在中國呢 這幾十年來呢 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我相信受到 就是這些冤案假案 錯案 就是所謂右派 打成右派的人呢 是數以十萬 或者甚至數以百萬計的 很多勇敢的人上了短頭台 而其他的人呢 只是被迫呢 就是耿若寒纖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說 那些統治者之間的鬥爭 法國大革命之後 統治者之間的鬥爭 領導權那個鬥爭 和中國大革命 1949年之後 那個領導權的鬥爭 都是一模一樣的 永遠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鬥爭 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而底下那些人呢 就是被那些統治者統治的人呢 永遠是厄斗 永遠是被 永遠是受害者 而最大的問題呢 在中國大革命 和法國大革命 都出現的呢 就是說那個鬥爭呢 永遠是可以上升到一個 以色形態的層次 被鬥下去的人呢 一定是犯了一些嚴重錯誤的人 譬如說是反革命 反黨啦 反人民啦 叛國啦 這樣 意思就是說 你被他打下去之後呢 你永遠是不得翻身的 現在我們今天 面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極權統治 當然有傳統的 就是傳統文化的因素 但是法國呢 經過二百年來的 主要在十九世紀那個 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 十九世紀的法國呢 就有很多人 是恢復了帝制的上司 於是呢 我們梅花間竹 看到又有共和又有帝制 而最後一個皇帝 拿破崙三世呢 到一八七零年的時候 才被消滅 但是無論如何呢 就說法國 終於是克服到這個問題 而終於成為一個 就是民主的國家 終於擺脫了 極權的統治 但是為什麼中國不行呢 這樣 是不是就是說 列寧式的政黨 是已經鞏固了 封建社會 專制的那種統治方式 使得當前的中國政治體制 其實比皇帝的時候 是更加極權 更加專制呢 有很多人提出這個論調 因為傳統的皇帝是很極權的 但是呢 有一句說話 山高皇帝遠 你真是受不住的時候 躲在山上 你可以優災猶災過你的生活 但是今天不行 今天呢 就是說 我們有個皇帝 但是皇帝底下 有一個列寧式的政黨 這個政黨呢 就是很緊密的 紀律很嚴明的 全個國家 每一個人的生活的 每一個部分 都被他控制住的 在這個情況下呢 豈不是說 今天的極權統治 比過去更加厲害 這裏呢 就是令我想起 就是所謂 就是 這本書提到的 Totalitarian of the left 那個問題 就是 Totalitarian呢 通常我們極權 一想起極權 我們想起法西斯 想起德國 想起意大利 我們不會用Totalitarian去形容左派的 為什麼 因為法西斯是 就是 是很獨裁 獨裁就是衰的 但是左派的人呢 不論法國大革命 亞國斌左派 或者是中共 他們都強調一些理想 強調人的價值 強調一些 就是我們要追求一些普遍 一些永恆的一些價值 所以我們通常 想著 這些左派 衰都不會衰得去邊掛 但是我們發覺到 就是 極權統治不論是左 或者是極左 或者是極右 最後那個效果 竟然是一樣的 就是說 在今天我們都罵 中共政權做法西斯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跟法西斯 跟德國 跟麥索里尼一樣 就是鎮壓人民的那個手段 是一樣那麼殘酷的 Final effect就是一樣 但是那個出發點 是不一樣的 Totalitarian of the left 如果你分析中共 或者分析這個 亞國賓派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們有很多共同點 他們已經設想 他們已經找到一個最理想的社會模式 還有他們相信 我們最終 我們應該是達到這個最高的境界 而且我們相信 一定是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對共產黨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在共產主義社會 就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人沒有剝削人的社會 人人都是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各個生活得很愉快 人際關係很調和 很好的一個社會 他們相信這個理想 就是跟法國大革命 相信我們最終可以建立一個社會 這個社會有自由 有平等 有博愛一樣 他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這個最高的境界 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認為我們這一套這樣的政治理想 是一個至高無上的 是一個真理 是一個真理 它是有普遍和一個永恆的價值 而我們如果達到這個理想的話 就象徵著我們的人民 和全人類都可以得到解放 所以法國大革命很強調 這件事情 自由、平等、博愛 不是單單是法國人喜歡的東西 是全世界都人喜歡的東西 是universal的 同樣的馬克思連齡主義者都強調 就是我們追求的解放 不是單單我個人的解放 或者我國家這個民族的解放 是追求全世界受壓迫民族的一個解放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於是在政治行動方面 既然它已經堅定了這個理想 和我們一定達到這個理想 在這個行動方面 他們就要求全社會去接受這一套真理 而且是要動員每一個人跟隨著我 你跟著我 你就有個光明的前途了 就是共產主義必將到來 大家都有益了 所以這個有點像宗教 有一種救世主的心態 但是最奇特的地方 就是為了達到這個最高的境界 一個和諧 一個完美 一個美好的境界 他們甚至會用到一些壓迫的手段 就是盡可能將更加多的人 強制的手段 將更加多的人爭取過來 而不能夠爭取他的人 或者不同意他這個見解的人 很多時候就被他打成一個敵人 這個問題就是牽涉到一個 就是共產黨和我們西方人 就是在西方所說的自由民主的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共產黨人很強調一件事 他都講民主他都講自由 但是他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我們每個個人的自由 應該是服從一個整體的利益 意思就是說 他是很重視一個個人 和整體的一個結合 他們相信就是說 只有個人和那個社會的整體的利益 得到協調之後 每個人才可以享受到平等和自由 每個人 每個個人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得到協調之後 每個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平等和自由 但是呢 共產黨有強調那個整體利益 其實是比個人利益更重要的 譬如說以前在中國 就是常常強調大公無私 但是真來說不行 大公無私 因為大公都是由私所組成的 沒有了私 那麽公都沒有意義 於是將它改成先公後私 但是無論大公無私或先公後私 你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本來就是一個個人 和一個整體的理想的結合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很努力 於是工廠生產很好 社會又很好 社會很好的時候 我們個人都會好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很努力去生產 努力去搞好自己 做好自己 但是呢 這是一個理想的一個整合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強調 就是我們每個人努力的最終目的 是希望整體得到一個好處 希望這個社會的利益 希望這個社會的整體利益得到一個保障 這樣的時候 社會才可以過渡到一個共產主義 結果就是說 過分強調這個社會整體的利益 於是無論是生產資料 譬如說所有的工廠 生產資料包括工廠 生產的器具 無論是生產資料 或者是個人的思想信仰 都是要受到公共的一些監管 受到公眾的監督 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的所作所為 應該是要服從整體的利益 意思就是說 它是要對社會 對人民負責 對人民負責的具體表現 在中國來說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你的所作所為 你要向黨交心 本來我們聽起來就是 每個人向社會負責很好 我們做好自己 我們做好自己 就是表示無愧於心 但是同時對社會有貢獻 但是當你聽到向黨交心 你會很害怕 你會很害怕 為什麼呢 這裡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本來是強調 就是個人和整體的結合 但是現在呢就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發覺到就是 實實際際 就是過分強調這個整體利益 社會利益 是削弱了 甚至是摧毀每一個人的個性 每一個人的特性 使得人人都不可以有 獨立的思考能力 使得一些不同的意見 你有意見你都不可以表達 結果呢 每一個人呢 只是成為一個黨的一個螺絲釘 第二個問題呢 這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誰去定義 什麼叫集體利益 什麼叫社會利益 很明顯呢 在中國共產黨的那個社會底下 就是 我們剛才講過 totalitarian of the left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那些人 認為我是 是 人民大眾 或者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所以 人民掌握這個政權 就等同於 由我來 去管理這個政權 變成了 人民統治人民 就等同於 黨去統治人民 誰去決定人民的利益呢 現在變成了 黨去決定人民的利益 結果呢 就是由一小撮人去決定 什麼才叫做整體利益 什麼叫做社會的利益 由他去決定究竟 向黨交心的意思就是 由他去決定 究竟你做的事 是不是服從到人民的利益 如果這個黨 真真正正是一個 為人民服務的黨 他是真真正正的 代表人民的利益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刻刻不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是 結果呢 就是怎樣呢 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諷刺 共產黨 任何一個社會共產黨都說 我們現在實現了 就是在人類歷史上面實現了 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一個世界 從來呢 就是在過往的社會 不論是封建統治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統治 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 但是今天呢 不是了 今天呢就是說 少數的剝削階級被統治 今天呢就是說 由我們多數人去統治 我們多數人 我們壓迫這個少數人 但是問題呢 多數人呢有一個代表 這個代表呢 就是這個黨 黨說它是站在人民的利益 但是到最後呢 它已經不是站在人民的利益 於是現在出現一個最大的諷刺 就是 現在的中國人民 現在的蘇聯人民 依然是好像過往那樣 由少數人去決定大多數人的命運 而如果你不聽這些小數人的話呢 可能呢 你就隨時被人打成反人民 反黨 反革命 因此而受到鎮壓 在這樣的社會底下呢 自然就是說 那些 在這樣的社會底下呢 就是 第一個大問題就是 那些人的個性戰 沒有辦法得到發展 人性戰是受到扭曲 人的創造力 人的才能呢 為了所謂集體的利益 社會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 出之呢 是無法發揮 無法 是無法可以發揮出來 本來呢 共產黨希望呢 達到一個境界 這個境界就是 就是 人人 人人奮勇 個個爭先 人人做的事呢 對個社會 對自己有好處當然 但是對個社會都有好處 但是呢 事實上呢 現在做的事呢 現在出現那個社會 剛剛是相反 剛剛就是相反 意思就是說 本來共產黨是希望 建立一種所謂 共產主義的道德雅直觀 例如雷鋒精神 我想大家聽過 六十年代推崇的雷鋒精神 就是叫大家大公無私 這個就是共產主義的道德雅直觀 人人都很努力地去做好自己 大公無私去幫人家 去貢獻社會 但是呢 這個呢 就是永遠留在紙上面 永遠留在口號 而實際的情況呢 就是怎樣呢 就是人人都不奮勇 人人都不爭先 人人都不會考慮 什麼社會利益 集體利益 人人只懂得一件事 就是聽話 聽黨的話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表現 在人的發展那裏 出現一個大問題 就是個性沒辦法發展 人的能力得不到發揮 但是表現在經濟那方面呢 就出現一個所謂浪費的經濟 浪費的經濟 這個話是戈爾巴喬夫說的 社會主義的經濟 是一個非常浪費的經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消耗原料 消耗能源 是特別多的 現在中國一樣是這樣的 就是 不知道 我看過一些數字 譬如說在日本 你消耗 你生產一架車 譬如說你消耗一噸煤 你可以生產一百架車 在中國你消耗一噸煤 可能呢 你只能夠生 就是你 消一噸煤 能夠提供的能量 只能夠生產十架車 那個能源 和那個原料的消耗 是非常之浪費 而另外一個大問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說 那些工人很爛煞 桌工的情況很嚴重 工作效率很低 而整個生產力 是沒有辦法得到提高 所以 就是 現在出現的實際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那些人民已經不會再認為 我們為個國家 為個社會 努力工作 是為我們自己努力工作 本來呢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面 很簡單 你為你自己努力工作 你做多少 你就得多少成果 你做得多 你就得多些成果 你懶散的話 你就得到少些的東西 理論上呢 就是怎樣呢 理論上 這個社會主義社會 很多工廠 很多東西是大家的 我們應該做得多 我們應該得到多些成果 但是現在沒有人會這樣想的 沒有人會認為 就是我們努力為國家 社會工作 我們會對自己 是帶來好處 雖然理論上 那間工廠屬於自己 理論上 那間工廠屬於自己 本來那間工廠屬於自己 你應該很努力 但是那些人沒有人會努力 每個人做36 不做36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因為 那個所謂 那個所謂 state ownership 就是那個國家擁有 那間工廠 就是那個 國家擁有的工廠 各營企業 理論上就是 那間工廠是交給人民 由人民去管理的 但是現在已經出現一個情況 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就是由黨的官僚去管理 而這間工廠就是怎樣呢 就是 雖然屬於人民 但是它跟我們個人的利益 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意思就是說 那間工廠賺到錢 可能對我們沒有好處 有好處的人 就是純粹是那些 黨的少數的官僚 既然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翁 那自然就不會 在這些 所謂國家的主人翁的企業裡面 去努力工作 而且他們甚至不相信 就是說工資會平均地去分配 意思就是說 本來你是做多些 你可以得多些 但是現在做多些 是不是得多些 未必一定 你要什麼呢 你可能要哄到那個領導 是喜歡你 你可能要做很多 吹牛拍馬的工作 那樣的時候就是怎樣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前就是做有36 不做有36 現在出現一個新的情況 就是有獎金 但是不見得就是說有獎金之後 那些中國工人的生產力 是提高得很多 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人會覺得這間工廠是屬於自己的 雖然中國共產黨口口聲聲說 現在這些工廠已經是由資本家交給人民了 現在是你們的了 這間工廠 由你們去管理 但是沒有人會覺得這間工廠是我們 所以沒有人會因此而努力去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在這個所謂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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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權的民主下 那些人民的表現就是怎樣 個性 受到扭曲 經濟不發達 那些人呢 一個整體 以全中國的一個整體來講 就是一盤散沙事無鬥志 在這樣的情況下 怎樣去搞社會主義呢 怎樣可以搞出社會 比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先進呢 這個不可能的 第二個危機 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危機 就是一個所謂共產主義以色形態的危機 在這裏呢 我不是講馬列主義 很多人問呢 究竟馬列主義在中國行不行得通 有些人又說 會不會馬列主義本身是很理想的 但是呢 它是被教條地理解 它僵化了 它得不到發展 所以就發揮不到它的生命力 它的影響力 這樣 我不是去解答這些問題 我希望呢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馬列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 究竟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裏面 還在扮演些什麽的角色 我不是講馬列主義行不行得通 而是看馬列主義作為一個指導的思想 或者作為一個行動的指南 在今天中國政治 中國社會發展裏面 還能夠扮演些什麽的角色 我相信今天在中國 沒有人會再去 除了少數的學者之外 沒有人會去討論 沒有人會去研究 更加不會說去相信馬列主義 但是呢 沒有人去看馬列主義的書 沒有人去相信馬列主義 並非表示這件事 它不會發揮重大的作用 有一個波蘭的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學者 叫Kolakowski 他是專門研究馬歐斯主義的發展史 他後來流亡 流亡去了英國 現在在牛津大學 他認為馬列主義只不過是幫助 既然他是幫助共產黨革命成功 所以共產黨一定會抱著不放 馬列主義已經成為共產黨維護和擴大它的權力的一個工具 這個就是它的說法 但是我認為 到了今天來講 馬克思列寧主義 其實只不過是成為 維護和辯解 即是成為官方維護和辯解 它所有行動的一個思想的一個武器 一方面就是 你會看到 中共依然是強調四個堅持 其中一件事就是堅持馬列主義 一強調這件事的時候 無形中就是排斥了很多其他思想的傳播 也就是說 方便官方控制民間的思想和言論 意思就是馬列主義 是成為鎮壓其他思想的一個武器 因為我們已經有真理 我們不需要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全部不是真理 而另一方面就是 而另一方面就是 馬列主義是成為 justify 就是維護官方行動的一個武器 所有的官方的行動都是正確的 為甚麼呢? 因為它是符合馬列原則的 這裏我想要詳細再講一講 究竟怎樣講呢? 所有官方的行動都是正確的 因為它是符合馬列的原則 其實我們發覺到 任何一個年代的任何一個統治者 他做的事都說他自己是符合馬列的原則 雖然他做的事 可能在上一個年代的統治者來說 是不對的 甚至是被評論為一個反革命的 譬如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的中國已經知道 鄧小平已經知道 我們不可以死跟馬列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就經常強調一件事 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中國的很多自己分子強調就是說 馬列主義不可以僵化 不是教條來的 馬列主義是需要發展的 但是當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時候 他依然是用一個馬列去包裝的 他依然說什麼呢 他說這樣是合乎馬列的 這樣是合乎馬列的 其實當他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時候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管你馬列說什麼 總之就是什麼呢 就是黑貓白貓的學說大家都知道 總之行就去 不行就不去 但是他依然要說 要加一個尾巴 他說 我們這樣做是合乎馬列的 馬列主義的精神就是這裡 所以在今天來講 馬列主義呢 他究竟馬斯列寧講過什麼 已經不重要了 馬列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什麼呢 成為一個 就是官方用來 去legitimize 令到他的行動 合法化的一個標準的原則 legitimize或者delegitimize 就是反對他 legitimize就是合法化 delegitimize就是反對合法化的一個原則 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政策 是需要馬列主義去用它legitimize 甚至是權力鬥爭裡面勝負的雙方都是 今天 就是今天這個贏了 他就說 我們堅持馬列主義 就說對方是反馬列主義 是反革命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李鵬贏了 是趙紫陽贏了的話 我想他依然是會用同樣的術語去講李鵬 說他搞的東西是不合乎馬列的原則的 甚至是什麼呢 甚至是那些國家的外交策略 他都強調 明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外交 但是他不同的年代 他都說我們是合乎馬列的原則 譬如說以前閉關自首 他說我們是合乎馬列的原則 跟著鄧小平說開放改革 又說是合乎馬列的原則 跟著就是開放到怎樣呢 一國兩制 就是說在中國土地上面 可以容許資本主義了 又說是合乎馬列的原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根本馬克思列寧主義 他究竟說什麼呢 本身已經起不到任何的思想 指導思想的作用 但是他變成什麼呢 他變成一個統一思想步伐的工具 他變成控制人民思想的一個工具 還有他成為一個什麼呢 他成為一個 他成為一個 可以說說 講得不好聽 就是一個謊話機器 是幫助那個皇帝 幫助那個統治者 去騙車大炮 去說謊的一個機器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自然沒有人會再對這個馬列主義 是表示興趣 因為馬列主義已經是失去他 本來應該有的威信 和本來應該有的 作為一個立國基礎的權威性 他已經沒有了 他已經只不過成為一個工具 一個統一思想 控制人民 和一個說謊的一個工具 而現在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本來在中國社會裏面 本來在中國社會裏面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時候 就是將一些過往的一些所謂 道德倫理的一些準成 一些標準 逐步地消滅 譬如說 很多封建的東西 我們要 是過去的 是封建的 我們應該是 應該是不要 很多西方的東西是資本主義的 我們也不應該要 那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時候 既然我們沒有了這麼多封建的東西 沒有了這麼多西方的東西 有什麼可以取代呢 本來有馬列可以取代 馬列雖然是一個指導思想 是一個意識形態 但是其實呢 是他有那個 有一個道德的意義在那裡 譬如說 我做的事 馬列主義者經常強調 我要做的事 是為人民的利益著想的 於是 我應該有功德心 我應該乘車要讓助 本來都好 馬列主義都起到這個作用 那時候就說 如果你是馬列主義者 你應該就是為人民的利益著想 你應該是不要隨地 就是扔垃圾 那樣 就是人家會這樣說 但是今天來講呢 就是怎樣呢 由於這個意識形態、馬列主義 本身已經是貶值 使得那個道德的價值觀 是顯得很混亂了 一方面過往的東西 經過文化大革命 是全部掃了 什麼鑽絲重度啊 什麼 就是 孝順父母啊 這些東西 沒有了 西方的東西呢 又不能進來了 而馬列本來 中共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建立到的小小的東西 都沒有了 那所以 就是今天出現的一個 就是今天出現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意識形態的貶值 使得那個道德價值的標準呢 都顯得很混亂 在這裏呢 就是 一個最 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呢 就是牽涉到 牽涉到 那些統治者 本身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 本來馬列 本來我們根據馬列的原則 就是說幹部是為人民服務的 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但是今天我們發覺呢 就是今天的幹部 其實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是幹部 或者是黨 黨員犯罪 特別是黨的高官犯罪 他得到的刑罰 可能是很輕的 他可能就是說 由個黨紀去處分 就不需要接受這個刑法的處分 但是如果是人民犯罪的時候 他又需要各法的處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本來馬列主義 是可以令到那個黨呢 是很有生命力的 現在呢 就是怎樣呢 現在那個馬列主義 是起不到這方面的作用 而令到那個黨呢 成為一個墮落的黨 一個胡作非為的黨 而另一件事呢 就是什麼呢 而另一件事就是 就算我們不講人民 只是講那個黨的那些 就是那些統治的那些精英本身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最近經常說反貪污 其實反貪污這件事呢 在中國幾十年來的社會主義發展歷史當中 在蘇聯 在波蘭的幾十年來的社會主義發展歷史當中 其實永遠都有的 但是呢 就是說 很多被 很多貪污的人呢 明明有些人都知道 但是呢 他沒事的 而那些有事的那些通常是什麼呢 通常是被揭發的 意思就是說呢 在什麼情況下 在什麼情況下是不會被揭發呢 就是說當你很安穩的時候 當你的地位是保住的時候 但是現在被揭發的那些呢 通常就是什麼呢 通常就是說 是話人 是話人 意思就是說 在權力鬥爭當中 你輸了那個派系 那你才會被揭發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是 你會發覺就是 即使是貪污這麼簡單的東西 如果我們想 如果那個黨是想維護他自己的威信 或者想維護馬列主義作為一個指導思想的原則 那很簡單啦 任何人 任何人都不能夠接受就是貪污這件事 但是呢 在今天來講呢 就是 這個意識形態貶值 這個道德價值標準是完全沒有的 狀態下呢 即使貪污這件事呢 都是要看情況 有些情況下呢 可能是被 就是被判罰 但是很多情況下呢 是不需要被判罰 但是在今天未被判罰呢 明飛表示就是說 你安走無憂喔 到了明天你的大靠山是倒台之後呢 可能你就會因為貪污的罪名呢 而被判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你會發覺就是 整個那個 整個社會是混亂大籠 不單止 甚至呢 就是說那個 統治那個集團裏面呢 實際上呢 都是 混亂大籠 或者 講得不好聽就是 大家都是 大家其實就是 就是 能夠 能夠找到一些眼前的利益 就盡量找了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樣的一回事 這裏呢 就是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 剛才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 作為一個 意識形態的危機 根本呢 馬列主義已經發揮不到 馬列主義那個 就是作為一個指導思想的作用 它只不過呢 就是成為 就是 在每一個年代 justify 每一個領導人的所作所為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會發覺到 在中國很奇怪的 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領導人 都說它自己正確 但是過了幾十年之後 看回歷史的時候呢 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領導人 都是犯錯誤的 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領導人 都說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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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列主義的 但是到了 過了幾十年後 我們做一個歷史的回顧的時候 每一個都是犯錯誤的 每一個年前 … …